而选战进入倒数一个月 新北市长朱立伦终于动起来 今天不仅开放了3000平的竞选总部 也在新庄体育馆跟议员候选人一起大造势 气势超旺 对手游锡坤则是请来了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站台主阵 让我们欢迎新北市市长候选人朱立伦 市长朱立伦一走出来全部人起立鼓掌 大造势不论是场地转播设备都是超高规格 新庄舰全面通车 我们也看到顶浦县年底可以完工 明年可以通车 机场捷运从台北车站一路到机场 明年底也要通车 系数正机朱立伦的竞选总部 也终于对外开放 三千坪前婚宴场所相当豪华 不仅有电扶梯 宴会厅 还有文创小天地 朱立伦的爸爸也特地出席支持 祝福他狗票党宣 原本对选战冷处理 朱立伦在倒数一个月终于动起来 一出手气势非凡 对手游锡坤赶紧请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助阵 这里的辅选本来就是一个 对中央党部来讲是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蔡英文送上蒜头和粽子 新北选战不仅要拼输赢 更被外界比喻为2016前哨战 英伦隔空较劲 谁都不让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北市报道